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吴天 第629集 在滚滚蔓延流淌而下的淡蓝色冰块里面 一块坚硬的水晶棺材似的巨大冰块 突兀的成形 里面冻结着蔡宝剑这个凶残的小矮子 他的脸上的惊恶的表情栩栩如生 连铁爪上面闪烁的寒光也是清晰入目 而这便是正面被冰之焕宫自带的冰锥树命中的代价 直接将人冻结成寒冰的雕像 陈国瀚忽然间症状 他狂吼了一声 猛然间他扯起了那个巨大的铁球 像是似流星锤一般在空中高速的旋舞了起来 就似是直升机的旋翼一般 晕起了大量的沉烟 您想象一下 一个直径达到两米的巨大黑色铁球 在空中疯狂的旋飞 那什么概念 再紧接着 这个大体呃大呼啸着对准着胡华豪 以难以止气的高速度 用力的飞撞了过来 而这就是陈国瀚这个恶霸兼强盗的恐怖战机 铁球粉碎机 胡华豪他并没有闪避 而是选择了硬接 因为陈国瀚虽然看似笨重臃肿 其实他对于战机的把握也是不遗余力的 他的铁球飞撞而来的时候 正好是胡华豪发出地雷震以后需要回气的时候 因此铁球飞撞到胡华豪面前的时候 老胡呢 没了任何的选择 只能是硬接了 这巨大铁球的重量本来就是极为恐怖的 况且还要加上飞制过来的加速度的冲击 而事实上 在KOF的事件里面 陈国瀚的这招铁球粉碎机 是少数威力能够直接与SG技能相媲美的技能之一了 而且陈国瀚在用力的旋转挥舞锤子的时候 还是处于到防御状态 普通的攻击根本就无法打上他 曾经 这军方派出装甲车来捉拿他与蔡宝建这两个土匪的时候 那装甲车被他一锤子打得翻滚了五六圈的最后掉落山崖了 面对迎面呼啸而来的巨大的圆形铁锤 老胡深深吸了口气 竟然是将双臂张开 整个上半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 给人的感觉很奇特 就仿佛他怀中此时抱着一口无形的大肛 这时候的胡华侯已经是用到了他在现实世界里的武学技能 他学习的八级拳乃是八级拳旁门的分支 练到巅峰的时候 其中有四句口诀就叫做 打人若挽马 废人似折柱 杀人若插秧 情人若曝刚 这打人若挽马的意思呢 是指要攻击一个人 动作就要像是挽住急驰奔跑当中 骏马的马匠一样是眼疾手快 并且那骏马发足奔驰起来的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若是力量不足 只怕就是成功的晚上的马匠也会被似风筝一般是拖刑致死 废人若折柱 这句话顾名思义就相当的残忍 折柱二字里面的柱是指古代时候那种大户人家当中的立柱 少说也有水桶粗细 将一个人似折断这样的巨柱这样折一下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呀 少说也是个高位截摊 想不费您都不行了 杀人若插秧 听起来很是朴实吧 背后掩藏的血腥之意 却是忽之欲处的 将人抓起双脚 然后头下脚上提起来 死农夫在田间里面耕作那样插秧 噗哒 将敌人脑袋向地面上灌下去 行了 over了 最后啊 则是平日里用的最多最频繁的秦人了 毕竟前三句话 要么杀人 要么废人 非死即伤 这秦人若曝纲的含义就是讲啊 想要抓住敌人使他失去战斗力的时候 就要有平日里锻炼的曝纲手法将之给捉住 那就万无一失了 老胡这家传的曝纲手法呀 很独特 就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 用这双手环抱起特制的荷花缸 来在梅花庄当中呢 是穿插行走 那荷花缸的水缸口径长达一米五 高近腰部 最初练习的时候 是往这里面乘三分之一的水 然后是慢慢加重 更值得一提的是 那荷花缸的缸壁相当的薄 大概只有一个一元的硬币的厚度 装满了水的话 还能承受得起 但是要加以很大的外力的话 就很难保证它不裂缸了 所以要曝纲行走 就必须将粘力练习到极致 不仅仅是双臂的力量 只要接触到缸壁的胸肌 腹肌 地肌都得完全发挥作用 曝纲到了极限功夫的时候 甚至可以仅仅凭借胸肌腹肌 还有肩肌的粘腹力行走 陈国瀚的大铁球正面击中了 胡华号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凝消出来 甚至他此时都在期待着 看到敌人这血滑四剑 脑僵四射的情景了 可是那巨大的铁球撞击到 那个魁梧大汉之后 却是推送他向后移动 脚下离出了两道深深的沟壑 仿佛被撕死地粘附在了敌人的身上 大铁球的链条里已经被伸展到了极限了 陈国瀚的瞳孔也已经收缩了 用力地回扯想要收回自己的武器 所以怎么着也扯不回来了 两个人顿时处于到了僵持的状态 但这个时候困住蔡宝剑的淡蓝色透明冰块上 却出现了一条裂痕 并且迅速地延伸 蔡宝剑仅仅被困住了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就已经是破冰而出了 他双爪疯狂地挥舞 写哗啦的将大团大团的冰块 切成了粉末与雾气 他的眼睛已经冲血了 显然发觉面前的这群人绝对不是容易打发的对象 而这个时候 方民站出身来 沉静着说道 留下我的仆人 你们走 这件事到此为止 否则 我就要出手了 蔡宝剑这时候就要恶毒地说上几句 猛然间见到了方民的额头当中 浮现出来的那只诡异的树木 威严 邪义 深邃 双目与之一处之后 浑身上下都是遗产 仿佛整个灵魂都要堕落进去 那些曾经死在了蔡宝剑铁爪下的人的冤魂 仿佛都在凄厉地呼喊 迎面扑来 顿时 蔡宝剑机灵灵打了一个寒颤 丢下一句狠话 好 今天受我认栽了 铁头肥羊 留给你 说完 将手一挥 化身一道灰色的影子 当方一声斩断了 崩得似弓弦一般的大铁锤的铁链 无论是陈国瀚还是胡华豪 都同时收不住脚了 死死抱住大铁球的老虎 急速地亮枪盗碎了七八步 最后靠在了墙壁上面 而他靠的墙壁也轰然摇晃了几下 倒了下去 陈国瀚则显得是更加狼狈 这一屁股坐在地面上 像一个巨大的皮球一般向后翻滚了开去 却是介事与蔡宝剑是一起脱离了战场 等到两个人走远之后 林一秀这才皱着眉头说道 其实可以打下去的 方林一面弯腰去解救 被捆成粽子一般的可怜的萎缩妇 傅正直先生也直接抱着主人的大腿 大哭了起来 什么鼻涕口水都抹在了方林的裤子上 可是他说的话却是 大人你为什么要放跑他呀 这家我好多油水的东西 我都亲眼见过的 他们听见财物的时候 我 滚 你这个赚给我惹尸子肥羊 方林是一脚 将那要钱不要命的韦头夫踹到旁边去了 照顾着屠夫冷哼着说道 我之所以不继续打下去 那是因为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老胡正面承受了陈国瀚一击 已经受伤不清了 而陈国瀚与蔡宝剑两个人 相辅相成合作多年 他们加起来的威力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 并且两个人都还有底牌 SG技能一个都没发出来 再加上这场战斗的时间和地点 都并非由我们选取的 种种因素加起来的话 这一战就算是能胜 也是苦战和惨胜 这样的胜利我要也罢 何况这两个人为何谁都不找 单单找上了小妇呢 加上金家派的突然间失踪 也很可能是突然间被杀了 这个结果也是不做迷离的 很难说背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做黄雀的势力来叮嘱我们 所以说小妻使得万年川 被称为肥羊的萎缩妇恶然了 伸出自己这若枯柴棒一般的胳膊看了看 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与这肥 这个字好像挂不上任何关系吧 这这这而且这确实属羊是不假的 没办法 没奈何之下继续给奄奄一息的屠夫进行包扎了 就在这时候 一公里外的陈国瀚 我人家呜了一声 皱着眉头说道 不成啊 我这铁垂被留在那只房子 我得回去拿去 蔡宝剑的嗤之以鼻的说道 你要回去 你自己回去 那三个家伙可扎手得很 我可不愿意跑去和他们再见面了 再说 他们拿你那大铁疙瘩有什么用啊 拿来熔乱卖铁 送给我万仙陈 等会儿拿点钱给你那几个日本猴子 让他们把东西给送过来 咱们观察着有没有人跟踪就行了 陈国瀚挠了挠光头 觉得蔡宝剑说的很有几分道理 于是摸着肚皮 说道 吃饭去 这个提议倒是得到了蔡宝剑的同意 但是陈国瀚总是有那么几分的心不在焉 眼前 这时候总是闪现着那个同自己的体型很是相似的胖子的眼神 那肥子虽然被自己虐待的那是烟烟一吸了 可是这家伙总是丢着自己那大铁锤 眼神里充满了贪婪 想到了这件事 陈国瀚的心中总是充满了一种严重的忧虑 这个近半吨重的大铁锤 伴随他出生入死多年 就如同他的手足兄弟 此时陈国瀚的心中实在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像是出差在外的丈夫 忧心头顶上会突然间多出一顶绿帽子一般呢 一时之间就连美味的紫菜饭团也变得是胃同嚼辣坐立不安了 以每隔三秒钟一次的频率不停地催促着菜宝剑的说道 差不多了 叫人去吧 差不多了 叫人去吧 这时候 屠夫已经在萎索夫的按摩推拿 再加上治疗光环下迅速地恢复了体力 能够勉强地站起身来了 肥仔却是对老胡夺下来的那只陈国瀚的大铁球啊 看起来忒有兴趣了 围着这东西不停打撞 看样子没开眼笑的 就像是见到了一大块烤得油汪汪的大肥肉 端得是垂前三尺啊 方宁等人呢也生出好奇心来 围让去 他们用梦免印记查询那个铁链断掉的大铁球啊 得到的消息是 普通物品 坏掉的大铁球 本物品乃是巨型人物 陈国瀚损坏的武器 无法利用 若是与之关系在友善以上 可以接受相关任务 若是轮回者试图带走 毁坏本物体 此物品将会自动进入到保护状态 这件东西是标准的无法利用的类型 显然呢 是刚刚与陈国瀚打死打生的他们 也没可能是接到相关的任务的 而屠夫呢 因为是方黎的召唤物的缘故 也被归绝入了轮回者的范畴里 但是 您别忘了 肥仔有一项特别无耻到底点的技能 那就是抢劫 并且 这个技能因为使用的太过频繁的缘故 而变得是炉火纯青了 这就不难解释 陈国瀚这不祥预感是从何而来了 显然呢 老陈的这个预感显然是准确的惊人 屠夫这件人呢 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施展出抢劫技能 对那大铁球进行忽悠大法了 而且看屠夫那个抿着肥厚嘴唇的坚决的架势 看样子是将失败的也是成功他妈这句话呀 明刻转刻在了自己的心里 对于损坏的这个大铁球啊 他是志在必得 不抢劫到手 那是坚决不肯走掉 正所谓天理朝朝 想了陈国瀚这个恶霸纵横H国二十多年 从十二岁就开始干着强盗恶霸 这两个很有前途的古老职业了 一直都是只有他抢别人的份 没别人抢他的份 今儿就来了个风水轮流转 自个儿的珍藏被屠夫慢慢的灵魯抢劫 经过了恩赐不懈的努力之后 方林他们这时候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结果屠夫终于是呼呼呼呼呼欢叫了起来 双手抱住大铁球以后 将之从地面的坑里边拖出来了 陈国瀚就在十公里之外 焦躁不安的他呀 忽然间就呆住 手里端着的水 啪啪一声吊在地上 他也不明白 自己的心情为何如此烦躁啊 就像是失掉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一样 而这时候屠夫已经大声的呵呵笑着 将自己的一条血腥肉沟上的铁链取下来 直接挂在这大铁球上去了 方林三个人自然是迫不及待的动用了梦魇印记进行查询 立即明白了肥仔为何小的那么开心的原因了 血腥大铁球 本武器乃是屠夫抢劫了陈国瀚被破坏的大铁球 拴上自己的铁链后 无耻的将之霸占后制造而成 继承了陈国瀚的银色巨型装备 暴走大铁球的部分特性 本道具装备条件 体力值超过5000 力量值100点以上 变异装备血腥大铁球 在充分的臂力的支持下 这么沉重的胸器 可以轻而易举地击碎任何挡在它前方的事物 血腥大铁球附带的反作用力是如此的巨大 以至于使用次数都会有相当大的限制 若是超出了使用限制的话 将会对手臂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品质上等 力量加8 攻击力50-100 攻击范围5-28米 攻击前需要进行三秒蓄力 蓄力的过程当中无法移动 防御力上升40% 免疫除摔头剂之外的任何打断效果 大铁锤命中敌人以后 可以减少敌人50%的移动速度10秒 20%粉碎一几率 物理伤害默认为敌人的防御力为0 攻击范围为5米 大铁锤攻击敌人的时候 有90%的几率将敌人打飞出5-10米的距离 若是在打飞的过程当中 敌人撞击到障碍窝 将会造成反弹伤害 伤害值呢 为先前造成伤害值总量的33% 给敌人造成眩晕的几率增加15% 因为血腥铁链的质地 胜过了先前大铁链 原装铁链 所以铁球抛制的距离增加8米 屠夫拿到这东西以后啊 开心的那是呵呵呵大笑着 虽然开始被折磨的是奄奄一息了 但是现在却显得是精神缓发 看样子 认为先前受的苦啊 是异常值得了 以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